隐藏了20年,李克勤老婆中曝光,网友,难怪连两勇齐周慧明都不要 不知道大家喜欢的老歌手有哪些呢?小编喜欢的老歌手中,除了刘德华,张学友还有李克勤 李克勤作为被称为四大天王之外的第五天王,他绝对顺得上的殿堂级的歌手 大会堂演奏厅,红日,高昧,深深深等等作品都是红极一时,也经典不患 但即使是到如今50岁的光景,他还蛮如此年轻帅气,唱歌依旧高、清、亮,让人过耳不忘 前两年李克勤参加了歌手、蒙面歌王等歌唱综艺 这个年过50的殿堂级歌手再次震撼了观众 原来他还能如此叱咤风云,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生活却在低调中度过,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个已婚人士 其实李克勤已经结婚23年了 而他不为人所知的老婆就是当年叱咤香港的港姐卢淑仪 他1992年的港姐悬美比赛中,获得了当年的港姐冠军 还是最具演绎前志奖,最上镜小姐的得主 在当选港姐冠军后,卢淑仪参加了国际华丽小姐的选美,并获得亚军 作为港姐竞选的特邀演出嘉宾,李克勤进水楼台先得月,得到这样美好的港姐冠军 要知道当年的卢淑仪可是追求者成群 而虽然是新近歌手的李克勤在他面前也觉得自情惭愧 但卢淑仪最后还是选择了李克勤 这在李克勤想来就是上帝给予的最美好礼物 两人密恋三年才被媒体曝光恋情 长跑时三年恋情,走入昏堂 当时李克勤在2006年的年度时大进歌金去颁奖典礼上 夺得最受欢迎男歌星奖,并在台上向卢淑仪求婚了 婚后卢淑仪就渐渐淡出了演艺圈,做起了李克勤背后的女人 分别在2007年和2010年,卢淑仪为李克勤生下两个儿子李立仁和李立斯 两个孩子都能健康快乐成长,而李克勤给他们小绰号大老板 二老板言语中透出宠溺的味道 像很多明星在娱乐圈这个大掌缸里,很容易变心,很容易洗心厌旧 而李克勤对港青始终如一,视之不渝 在李克勤的歌唱生涯里也携手过不少如花似语的女星唱歌跳舞 像周慧隐,梁永奇,但都没能走进她内心 在她心中,妻子的位置是谁都无法比拟的,只因为在她心中妻子是最美的 了解李克勤的人都知道她真的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好男人 会在每个特殊的日子给妻子惊喜,比如卢淑怡的生日,她永远都不会忘记 而且自从克勤由于卢淑怡拍拖起,便带她认识自己的朋友 将她融入自己的好友圈子,给予卢淑怡无心的安全感 她还为她写过一首情歌《你是我的太阳》,不吝啬在公众场合表达对妻子的爱意 面对丈夫的浓浓爱意,卢淑怡也很感动,好开心嫁给这个好老公,嫁给你是我的骄傲 讲多些,我好终一听 克勤轻轻一举,便惹来哄堂大笑